南陽軍營營的這一個行李政華黨 是他近郭頂部的傳理的民眾為國務的對象 頂部李政華府秀蘇的三位義官 按八點開始就在三位川傳理辦公室設立了修行的禁錄站 為每一位前往求禁的環節作賣付的禁錄 很多民眾在接受禁錄後都紛紛表示 臨時李政華府處雖然沒有餐廳大 被他的設備那裡的嘴鑽 但是他過過敏的醫生和親戚服務的態度 更是可以大家很好的醫療效果 這一行李政華黨真是劉頂民眾一致的支持者的感覺